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淘宝是因为我们要搬家那时候刚好疫情嘛 没办法去视频面挑 你就只能网购 那其实网购看到后来很多东西都是淘宝上面的东西 比如虾皮看到很多是大陆出货 那那百分之八九十应该都是淘宝的 而且你搜寻的时候很多在Google首页出来 就会出现淘宝的东西 其实很好找得到 那我也不是什么达人 我也不是用什么很专业的集运舱干嘛 我都用他们的官方集运 但是因为对我而言 我会觉得买淘宝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家里有一些东西都是老公卖的 然后其实价差也蛮明显的 对啊我觉得淘宝这种东西有时候买会上瘾 那当然我觉得有它的问题是 比如说你收到的时候可能是有瑕疵的 你可能要退货就很麻烦 那你就要自己去衡量说 这个价格如果来得有瑕疵你能不能接受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淘宝真的买非常多东西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会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说 那个是在淘宝的哪一个店家或在哪里买的 都欢迎追踪老公问的IG 你会放在下面的链接 大家都可以去追踪他然后私讯他 他服务非常走道 他把链接传给你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介绍我们的阳台 这个就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一大一小的导给你 因为我就幻想说以后我可以在那边跟我儿子聊天啊 讨论一些学校的事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蛮可爱的一大一小 然后阳台上面还有这两只鸟 因为Momo在我们旧家的时候他很喜欢看阳台上的鸟 我怕他来这边没有鸟会不习惯 所以我就绑了两只鸟在这边 然后除了这两只以外呢 还有四只这个 就放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他就有很多鸟朋友 然后还有一些室外的灯啊 包含吊着的啊 放着的啊 这个都是太阳能的 太阳下山之后他就会亮起来 但是我觉得他的续航力有点短 可能只能撑个两三个小时 没办法撑整个晚上 但我觉得也还OK啦 对啊 因为就是晚上还蛮有风味的 然后还有这个花器 我觉得我也在淘宝上买了一些阳台用的东西 这种小铲子啊 然后剪刀 超可爱的耶 可以来照顾我的花园 这花架其实你在虾皮上也可以看到很多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淘宝上还是有价差 蛮大的耶这个花架 可是它是组装式的啊 你回来自己组 所以其实运费也不会太贵 再来是我们的玄关 我就放了一个这个 因为其实Selina很大理石 所以我就帮她买了这个大理石的置物很美 有一些钥匙啊 圆点点树啊 我觉得这个超美的 就会放在这边 而且放在玄关还方便的 对啊 找东西也很好找 也不会看起来很乱 再来是我们的客厅 那我们就是电视柜这边呢 这一个毯子 之前某某都会躺在这边 就保护色 跟它融为一体这样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原本的系统柜这边是全白的嘛 然后我们的这个音响 就是Soundbar也是白色的 我们就买了一个毯子来放 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层次感 对 除了那两个太空人的抱枕以外 其他的蓝色的系列也是我们淘宝上面买回来的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那这其实在台湾可能不是那么好找 要不然就价格比较贵 所以呢我们就从淘宝上买了很多抱枕套 那我们抱枕其实在台湾买的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运费嘛 其实它的质感还不错 像这种的啊 它是比较 这是什么什么 有点鸡皮的感觉 这不是鸡皮耶 就是有点毛毛的那种 然后像这一款啊 它就是比较有拼一些鸡皮的 然后还有像这一款 它就是有点绒布吧 然后这边也有另一款也是绒布的 质感都还不错 还有这个 那时候因为我们去挑这组沙发的时候 家具堂其实他们也放了一个地灯 我们觉得这样搭配很好看 但我在台湾看啊 这地灯好看一点的话大概一万多块 超贵耶我觉得 后来我就找到淘宝去 这个我买回来 它的价格好像才两三千 但运费大概五六百吧 最期加起来大概三四千 而且它这个灯还是可以调光的 对啊 就是白光到黄光这样子 他们的服务其实蛮好的 像这个底座是大理石 可是因为运送过程中可能 货运用丢了或干嘛 大理石有缺一个奖 然后我就跟青说 然后青就说 哦他要马上帮我补一个大理石 可是他们只能补到几运厂 几运厂到台湾这一段 你还是要自己负责 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 因为反正在下面也看不到 再来是这个收纳盒 里面放一些遥控啊什么的 然后它是皮的 蛮好看的 然后我们就一般会把它放在茶几底下 这边也有 这边是放发票的 就是不同颜色 对对对 分类 它这个真的 而且它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质感 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廉价的那种人造皮 虽然这可能也是人造皮 但它就做的不会让人觉得很廉价 很价这样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是桂咖的 也是桂咖的 或者是家里人多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上面 再来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一些杯子 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喜欢喝酒嘛 但我觉得喝酒就是要用好看的杯子 喝起来会比较好喝 像这个就是公杯 比如说人多的时候有些威士忌可以分装这样 再来是我觉得这很酷 底下是一个富士山的涂板 倒酒它这个富士山会有颜色 对对对 有点像倒影的 倒影我觉得这蛮漂亮的 对而且这个是很有重量的哦 嗯 然后这个是我用来喝啤酒的 我觉得它也很漂亮 而且它挺透 清酒的set 对挺清酒的set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马克杯 它有点像是加厚的玻璃 对它不怕烫 它下面这样应该看出来它是比较厚的 它里面有再多做一层 所以其实不会导热那么的快 然后再来是茶具煮 因为总不能每个人来我们家都要喝酒嘛 但我觉得这个很酷 就是它四个杯子底下的形状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没有质感的 再来是这一组小菜碟 有时候朋友来就放一些茶点这样子 这是它的调酒set 调酒set 去切个杯啊 然后这个是挡冰块的啊 然后这个是倒酒的那个盎司杯 这个很酷 这是萌尼豆 需要用柠檬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去挤 然后这个是把它那个萌尼豆的薄荷水 之类的哦 反正这个就是好玩嘛 其实它买的不止这些啦 而且因为太琐碎了 所以我们想说挑一些比较值得介绍来跟大家介绍 像有些筷子什么也都是在偷偷买的 然后还有这地垫 厨房很多油啊水啊 那要滴上来 因为其实木地板怕水 你久了之后吃吃的它会坏掉嘛 而且我觉得最近它就是样式还不错嘛 然后再加上它 提的材质 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像地毯的布 所以它不会吸附水 然后我们觉得还蛮好用的 又很好看 很搭配我们厨房的这个蓝色 当然是木木的东西 木木的特水的这个机器 然后还有这个是自动给饲料的干饲料机 这个牌子Pet Kit 台湾也有代理 可是它好像没有这个彩色款 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把它买回来 然后这个是智能的 你可以连接手机APP 有时候你出国啊 或是去远一点的地方 这就蛮好用的 可以自动给饲料 然后其实木木它还有一个盘子在这边吃它的馆头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个吃到饱的概念 然后它的猫砂盆其实也是淘宝买坏的 从这边进去然后这边出来 然后上面 它还比较少从上面 它都从这个纹 起来也是淘宝买的 然后它是比较扁的 像我们现在就是会把它放在外面洋汉 它可以靠边 超级不干空间的 很推荐 然后再来是我相当得意的这个画的部分 当初要翻新家就觉得 家里墙壁上有点空 应该可以画一些画 但是台湾的你要找到大幅的 其实单角都蛮高的 然后后来我滑一滑一滑到淘宝去 其实它这个是一块一块的木头 去拼出来的 远看有点像马赛克的感觉 因为我们上面有砍灯嘛 所以我们就让这两盏灯打在这幅画上面 然后它就有做一些层次感 就有一些光影的变化那样子 我们家主持觉得又蓝色嘛 再搭配上面这个有点橘红色 我就觉得有点海面上太阳升起的感觉 哦 原来有这意义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亮点 在第二幅画是俗获这一幅 它其实也是蓝色系的 我也觉得它有一个海让波涛胸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跟我们家应该也蛮搭的 因为它很喜欢海 这些都是立体的 对 有点油画的感觉 对 它其实就不像在一些卖场上面看到都是印刷的 再来呢 第三幅其实是这三幅里面最贵的 你看它这里面什么都是乐高的小人 然后它把它拼成一个Mickey的形状 我觉得超酷的 然后它其实也有很多别的台风人物啦 然后它也有别的比如说橘色啊 蓝色的底 但我们觉得黄色就比较亮 每次看都觉得 哦 难怪这一幅要那么贵 因为这一幅好像四五千块吧 然后再来是Mickey房间 除了刚刚那幅画以外 还有几样东西是淘宝上找来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围栏 这个围栏我觉得蛮方便是 它很好收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它睡的时候 你就把它这个拉起来 然后你就下宠 你就把它收起来 就会很好进出 上面这块布也都可以拆洗的 可是就是Mickey有时候 还是会滚到这个洞里面 对 你掉到洞里面了 你掉到洞里面了 所以其实父母还是要注意啦 所以它必定还是有一个空隙 可是它最起码有缓冲啦 它不会直接叠下来 对 再来是这个床头柜 因为Mickey房间当初就少一个床头柜嘛 那时候因为疫情 我没办法去家具店看 所以我觉得现在淘宝上随便买一个 但我觉得它的质感还好 所以这个我没有很满意 但是就先顶着用啦 我觉得造型还有错 蛮方便 比如说它的口水精啊尿布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 然后还有这个灯 这个灯我觉得很可爱 对它是月球的造型 然后它有三段式的 旁边搭配一个太空人的时钟 对但是这时钟也蛮酷的 它原本吊干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结果来的时候变这样 对啊就变得好像有点鸟鸟的 有点鸟鸟的 但是就算了啦 再来就是我们浴室的地点 花样我觉得很好看 很异国风情 这个地点其实是当初 Telina在选品店的我们上次看到的 我说诶那我来解读之后 放去淘宝上 那好像有些缺的 可是我就被我找到了 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淘宝买到了 淘宝真的很严慨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些选品店 它可能还要负责品报的部分 品质保证的部分 那你自己从淘宝买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另外还有这个擦手球 我自己个人还很喜欢它的错感 而且其实吸水力很强 对啊 但这个其实台湾的 比如说MOMO啊 虾皮上面都很多啊 价差也不会太大 只是因为我刚好要买一家东西 我就一直准够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很可爱 这个造型圆圆的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凋育的感觉 好 再来是我们跟一间 我的化妆台这 然后老公就帮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漂亮耶 下面是玻璃的造型 然后上面是一个露的头 你可以打开啊 里面放一些变化棒啊之类的 要不然之前它是整合塑胶包装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很推荐 以下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新家用的大部分淘宝的东西 那如果你对其中一样的 想知道在哪里买的 就哪一个卖家等等 都欢迎去追踪 FreeLifeFamily的IG帐号 老公会给你们服务的很好 会找爷爷接给你 对 我会跟你说亲 你好 记得去追踪他的IG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我们最近新推出了一个 免费的新手买房线上研讨会 里面呢 搜集了大部分的人 对于买房有的一些问题跟困扰 那我们会把链接放在下方 欢迎大家免费去报名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